我为啥让你们在这儿争来争取 就是要看你们对营里的这个作战方案 他究竟理解到什么程度了 吵了半天啊 除了李延年 谁都没有说到点上 李延年说的 那就是营里的意图 但是齐连啊 你们不能轻敌冒进 五号阵地敌人火力配置很强 为什么要给你们一个助攻的名号 就是不想给你们太大的压力 营长 连长和我呢 还有一个建议 就是动静大了一点 怕营里不同意 没关系啊 大胆说 好 那就是呢 在进攻前的两个小时 我们再做最后的一次火力侦查 因为最近呢 敌人一直在修建新的攻势 我怕它增加了很多新的火力点 有很大的别墨 这样会不会提前暴露了我们的进攻意图 惊扰了敌人 不会 反而会麻痹敌人 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呢 那每天晚上我们都去骚扰敌人 但是这两天 因为我们做这个战前准备 没有去洗扰侦查 那反而会引起敌人的怀疑啊 哎 如果洗扰到后来 敌人都不再上当了 只有少数火力点还击 大多数不再暴露了怎么办 所以呢 我们这回要做得像一点 要像是真的进攻 这样呢 等我们回了毗宁县以后呢 他们到了晚上就会搅着安全了 那刚才只是一次洗了 两个小时以后 我们出其不意地进攻打他个措手不及 是 我们还可以利用这个 洗扰侦查的这枪炮声啊 提前清理雷场和铁丝网 把队伍带上去 潜伏到前沿 对了 这也是我们这个建议的重要的理由 真好 对对对 刘家龙 李延年啊 你们的建议很好 我马上向团里请示 建议把进攻时间推迟到 凌晨两点 十二点的时候 再发动一次大型的洗扰活动 我就是要挑一个 毕人觉得最不可能的时间啊 打他的措手不及